这两个男人在看美女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美女上一秒还在向他笑 可下一秒 起初男人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他刚回到警局上班 又看见一个罪犯突然变成了怪物 可只是一往生 那个罪犯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没错 男人拥有一双像孙悟空的眼睛 这是一个充满怪物的世界 每个活人的皮肤之下 都可能隐藏着另一张猙獰的面孔 但男人这时还并不会使用自己的能力 这天早上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孩在树林中晨跑 他突然看见路边放着一个小猫 于是便好奇地拿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突然把女孩扑倒在地上 树林中很快便响起了恐怖的惨叫声 警方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作为资深的老警探 尼克被派来调查这次的案件 报警人说受害者是一名女性 尸体被洒落的到处都是 周围还有大型动物出没的痕迹 老黑怀疑女孩生前遭到了野兽袭击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决定把现场的血迹带回去检验 尼克则开始统计案发现场附近的食肉动物 但这些野兽的体型 还并不足以将一个成年女性无马分尸 这时老黑接到报警电话 又有一个女孩在今早失踪了 于是他们立即赶过去调查 女孩说她的室友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回来 在拿到失踪女孩的照片后 他们回到警局进行检索对比 发现这个女孩就是在森林遇害的那位 线索到这里好像又断了 然而尼克现在还并不知道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下班回到家里 阔别了十年之久的姑妈突然登门拜训 在两人拥抱的时候 姑妈突然说要和她出去聊聊 脸上还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两人来到外面 姑妈突然问尼克 最近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而尼克脸上的表情 让姑妈瞬间明白了一切 就在尼克还一头雾水的时候 姑妈让尼克尽快和女友分手 以后再也不要见她 但这却让尼克十分费解 这时姑妈突然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还没等尼克反应过来 姑妈已经抽出了拐杖里的一箭 就在这时 一个怪物突然跳出来向两人发起了攻击 尼克想要过去帮忙 只是一个照面就差点被怪物送去领了合法 眼看姑妈就要被怪物杀死 尼克急忙在身后连开竖枪 直到将子弹全部清空 才将怪物彻底杀死 就在尼克惊魂未定的时候 原本死去的怪物突然变回了人类的模样 随后尼克急忙去查看姑妈的伤势 姑妈说她的父母并非死于车祸 随后把一个神秘项链交给她后 紧接着就晕死了过去 姑妈在被送到医院后很快苏醒过来 尼克想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姑妈却一直在避重就轻 她说尼克是格林家族仅存的血脉之一 天生便拥有看穿怪物的眼睛 她现在已经时日无多 所有真相都放在她的拖车里 如果她已经准备好了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里会有她需要的所有答案 在离开病房后 尼克拿出了姑妈给她的项链 打开后竟然是一把钥匙 晚上尼克做了一个噩梦 她的女友穿着红裙在树林里惊慌逃跑 仿佛遇到了极度可怕的怪物 尼克被吓得瞬间惊醒过来 接连发生的事情让尼克心神不定 看着窗外姑妈的房车 她最终还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说不定可以找到和钥匙有关的东西 在打开一扇柜门后 尼克发现里面全都是冷兵器 柜门两边也插满了各种利人 完全不像是一个70岁的老人的居住 这时一本书吸引了尼克的注意 她在翻看之后 发现里面全都是一些关于怪物的记载 就在这时 女友突然找了过来 尼克为了不让女友担心 急忙带她离开了房车 但就在两人回家的时候 尼克突然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叫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暗中窥伺着她们 第二天尼克回到警局 老黑告诉她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杀害女孩的凶手并不是野兽 而是一个穿着大号马兵靴的成年男性 此时这个人正在城市中闲逛 一个红衣小女孩从她身边路过时 男人再次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警方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母亲说她的女儿在离开学校后失踪了 他们在附近找遍了也没有发现 通过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 最近的每个受害者都身穿红色的外套 极其命案的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顺着这个线索 尼克和老黑立即赶到女孩失踪的街区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很快在树林中找到了女孩的背包 附近还留有和上次一样的脚印 尼克急忙顺着脚印开始追查 在穿过一片灌木丛后 他在马路对面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男人